哈囉 大家好 我是怡樹 我是芷怡 我們今天要來為各位介紹嘉義縣中虎鄉 一個山民水深的好地方 它就是八寶寮休閒中心 不過這麼好看的地方到底要怎麼抵達 首先你要沿著國道三號中虎交流道 接著接台三線再經中虎街道 繼續行駛在172線道 也就是我們前面的車一條 就可以抵達八寶寮休閒中心囉 沒錯 但是好難喔 有沒有更容易的方式 太複雜了 我們其實只要直接在Google Map上面 輸入地標就可以找到了 超級方便 是說除了風景優美 這裡應該還有其他看頭吧 沒錯 除了飽覽漂亮的山色風光之外 我們八寶寮休閒中心的創辦人邱大哥 也在這邊在山頂上 建了漂亮的宮廟建築 那我們就一起一探究竟吧 俗話說 山不再高有仙則名 水不再深有龍則靈 嘉義縣中浦鄉的八寶寮養生休閒中心 海拔約600公尺 而且離城不離城 距離嘉義市區開車只要半個小時 八寶寮的原主邱敬田董事長 早年在兩岸經商 經營傳統產業也相當成功 多年前邱董事長受到無形神佛的感召 回到故鄉嘉義山區 買下了將近20公頃的園區 打造一個結合自然 宗教 養生 跟健康餐飲的休閒旅遊中心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八寶寮休閒中心的創辦人邱先生 沒錯 我也想要聽故事 那這裡到底有什麼淵源呢 好的 今天在八寶寮這個地方呢 包括天師寺本身的成立 以及這個休閒中心的成立 當然都有一些所謂的其他特殊的因緣 所以這次特殊的因緣來講 是因為所謂對生命本身的研究來講 大概有兩項 生命的現象裡面來講 目前在地球生命裡面來講 你看得到了為之有機合成體裡面的生命現象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看不到生命的本身的存在 所以在八寶寮這個地方呢 當初也因為陰人祭祖是因為觀世音菩薩的指引 才能夠買到這一塊的山坨 那當初的話在整體規劃的話 就把一般所謂看不到生命的現象 就在天師寺本身這邊來講 最一個所謂對生命的研究 那對有機合成體這一部分的生命的現象 就是所謂的八寶寮修行中心 能夠替這些社會大眾來講 做一個有關健康性的一些所謂的應用 風趣幽默又充滿智慧 跟人生經驗的邱敬田董事長說 所有宗教都在教導眾生存善心 說好話做好事 他在八寶寮園區內還蓋了天師寺 多寶塔 就是希望與人為善廣結善緣 而且遊客來到八寶寮休閒中心 除了可以欣賞山明水秀 鳥羽花香的好風光之外 一踏進住宿區的大門 就感受到園主邱敬田董事長的貼心與善心 以及對綠色環保健康概念的堅持 來到我們八寶寮休閒中心 除了可以享受五星級的設備之外 一進到門口就可以看到我們種植了非常多的植物 我們的黃金葛 除了可以讓空氣非常的清新之外 也可以讓人心情非常的愉悅 沒錯還要帶大家看一個飯店的厲害設施 可以看到我們身後這個針對行動不變的長者 特別設立的無障礙設施 讓長者能夠輕鬆的坐著升降梯 一起飽覽山明水秀的風光 八寶寮休閒中心 除了有周全的休閒住宿設備 這裡還可以露營野吹 可以走到戶外享受森林浴 吸收芬多精 房間內有地熱泉牛奶浴 團體遊客可以預約SPA水療池 研盤浴 遊園輕軌車 電動車 或者是Q版的可愛敞篷車 走一趟嘉義中浦 漫遊八寶寮休閒中心 享受天人合一 輕鬆自在的感覺 留下一段美麗的回憶 保證不需此行 記者吳瑞欣 李嘉金 李芷怡 邱怡術 嘉義報導 教掌 考慮 南職 北京 江山 北京 南職 南職 北京